观光署重罚年代旅游停业 发现除了这次丢报案年代欠复国倒地接钱 还有其他欠款共超过千万 年代旅游被勒令停业三个月 这段期间一共约有430名旅客 都能全额退款或是转团 但是年代究竟能否真的还钱给旅客 出汇之后他如果没有办法补缴保证金 那可能会达到撤照的一个程度 那撤照之后可能就会有旅游保险这块来处理 16号年代旅游被勒令停业 但正好有一团16人的复国导团已经在机场 本来是团体旅游 只能改成7加9的自由行 事后也能够申诉退款团体行程费用 旅客也很无奈 因为旅行社这边应该基本上 应该也拿不回来我们所有的团费了 所以就还是去了 我们当地有找一个地培的部分 观光署也发现年代旅游在春节期间 还有一团马尔蒂夫团客入住当地饭店 但旅客却被饭店追讨年代欠款超过百万元 而旅客拒绝付款 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之面对停业三个月 已经欠款千万并未对外说明 不过对于旅客来说的求偿之路 恐怕更加进行 平保协会召开线上理事会 以致通过让年代旅游出会 年代旅游就不再是协会会员 现在还有前员工旗底黑历史 不只曾经基欠地阶设费用 未付员工及导游薪资 甚至疑似改名重开 现在包含地阶还有受害旅客 只希望林大军尽快把钱付出来 结束这场闹剧 TVBS新闻 台北桃园 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